主料,鸭掌400克,葱36克,姜12克,蒜9克,冰糖20克,辅量,油一勺,盐一勺,生抽一勺,料酒一勺,冰箱两克,花椒15克,八角二分之一克,小茴香15克,白挤一片,香叶两片,干辣椒三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 鸭掌去净黄色的外皮及黑色肉片,剪掉指甲,用盐厝一片后洗干净,冲切断,姜拍松,准备香料,辣椒剪断,鸭掌入冷水锅组织出现浮沫后,裹冷水洗净浮沫,沥干水备用,温锅下,一汤匙油,中火下冰糖,铲子以化圈的方式将冰糖融化至蜂蜜色,改中小火,放入鸭掌半炒均匀, 吃全部上海,放入一汤匙的生抽,一茶匙料酒,放入葱姜蒜炒香后,加入热水漫过食材,香料放入茶包后,放入锅中,大火煮沸后,盖盖小火煮一小时,关火前,加一茶匙盐,连通汤汁一起装入容器内两小时即可入味,烹饪技巧, 撬味包,不要和汤匙炮的时间过长,超过五小时,味道会很重,上糖色后,请务必加热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